来了一群蝶蝶吧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打掉它 打 打什么打 你有翻他们导弹 我没有翻他们导弹 我没有翻他们导弹 狙击步枪啊 别闹了 狙击步枪的子弹能穿透装甲 老老养子不好看 别这么急 你看 最后一辆是指挥坦克 那个露出来的是车长 也是连长 你怎么知道那就是指挥坦克 你看车上的天线 那天线是为了跟上机联系用的 只有指挥坦克上才有 你竟然打不穿他们的装甲了 但他们的人落在外面 我们先射击连长和指挥坦克的驾驶员 指挥坦克就是实际的激动动 只能他们在哪里 可是他们没有那么多坦克 枪一响了 他们都会缩进毛毛壳子里 通过浅光镜观察外面 我们在几班里外的山下 浅光镜的视野是有限的 想通过浅光镜找到我们了 难道呢 我们就抖着他们的眼睛 那浅光镜 对 我们对着浅光镜诸各点名 没有浅光镜 他们开不着 驾驶员 驾驶员 往左边走 那也就是说 就抖咱们两个狙击手 就可以消灭一个主战塔可怜 没错 这叫四两拨天机 怎么样 看不看 看 我们先从指挥堂的下手 接着打了领头的 把他们憋死的伤口 我打连长 你打驾驶员 准备 三 二 一 狙击手 连长连长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连长连长 不要问我 我都已经战死了 浅光镜被狙击中 仪器已经失灵了 现在该怎么办 给我来一支烟 明白 来 还是我高明吧 那必须的 连长比较英明 那是 得让那帮小的拘我 他们开始放映了 大不了了 撤 请兵站长 这就跑路 咱们会呼叫炮兵支援 搞不好再来个连长火箭炮覆盖 我们只能处击不易 攻击不备 一旦被发现 我们就跑不了了 走吧 只要还等过 这人接上去 就会帮我 呀 小心 我不先 走 公志 你被捕了 小牛 我了 要什么 你没听过一句话 叫站得越高 跌得越狠吗 你们是怎么 发现了的 您藏头不藏尾 完全驮鸟嘛 按一些藏得很小心了 怎么还是被发现了呢 你们伪招的怎么样 不是 你们也被俘虏 陈老爷 战场上闹腾什么 你们俩整整迟到了三分钟 可是我们打掉了一个坦克连 一个坦克连算什么 就算打掉一个坦克团 也不能迟到 战场上就算迟到一分钟 都可能无大事的 是 是 长爷 我都听说了 你们俩搞掉了一个坦克连 好让的 应该的 不吹牛能死啊 走吧 兄弟们等牛呢 都不吹牛能死 不吹牛能死 快免负 这件事 还是很差 你的筊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